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位于伦敦西斯罗机场北部的一个叫做哈林顿训练场的地方 这里呢也是英国非常著名的帝国工业大学的运动场 同时也是一只足球俱乐部女王公园巡邮者队的这个训练基地 从赛田的这个状态来看呢 双方队员的情绪应该还是说是比较正常的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手的这个身材是非常高大的 而且他们的年龄呢应该是高于我们的队员 可以说对手整个的身体条件要强于中国国奥队的队员 实在今天的草坪呢由于天气太老旁边的那种自然草坪已经结成冰了 所以这个大家现在看到绿油油的这个草坪呢 实际上是一个人工的也就是人造的这个草坪 曾经有一天当地的报纸写到过 这只女王公园巡邮者队和另外一只英冠球队呢 是英冠所有球队当中呢 球风怎么说不太好 就是说动作比较野蛮的一只球队 我们现在会看到这个飞踩 踩到了我们的球员戴天华 也是动作学是比较危险的 上半场的对方进球 进球的时间呢是13分钟 看到此时呢我们应该感觉得出来上半场呢整体来说呢还是比较正常的一种平均 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女王公园巡邮者队它的这种产断呢是非常多的 它的球风是非常凶狠的 真相注意在第一场中国国奥队与切尔西域队比赛之后对我们所说的那样 英国的足球就是凶狠的一种风格 而且它的球就是在天上飞的 我们队员要做的呢就是要控制住脚下的球 如果控制不住的话就会被对手所牵制 而且容易被他场上的那种小动作所击入 在正常比赛当中呢我们听了也很清楚 场上的确是这个对手 它的队员一直在有一些骂人的语言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下半场比赛开始的时候队员入场 下半场比赛从队员入场的状态来看 目前的情绪也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呢 在进行到32分钟的时候就终止了 开场仅50秒 高龄攻击一球将比分搬成1比1平 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 通过我们摄像机的话筒 能够清晰的听到在球场上有骂人的声音 也就是说对方的球员 不单用动作还在用语言 在激怒我们的球员 第29分钟的时候 对方打进一球 比分变成1比2 中国国奥队落后一分 从这个时候开始 场上的动作开始变得大幅度滑起来 激烈的这种碰撞和拼墙也格外的多 在第一场比赛与切尔西预备队的比赛当中呢 其实也是发生了两次不太愉快的 就是双方有所争执的这种场面 主帅注意表示呢 他能够理解年轻人的这种心态 但是希望他们不要再发生 看这个动作 所有队员都冲了上来 这次事件可以做是一次群殴的时间